这到了苏九,苏九在彩虹 哦,这是RBS,天梅 没走,天梅来了,你这个拍到手 我也在不一条防线 对对对,收取过路费 还是要收一下过路费,只不过这一道闸口呢 僵持住了呀,还是打了一个 但是TQ也倒了 这个不能僵持呀 这个SMS要抓紧去清理外面站的人 这样的话,其实DT没有什么太多空洞 果然,这点人全倒了 倒了三个DT,只剩高点架枪的 是的,而且高点架枪的信息 其五也已经搜集到了 所以说会跟自己的队友说 这一步的话,可以说是 买可能,无论是物资啊,我感觉他车可能更少一点 因为我看到好像就只有一辆轿子 他这波买肯定是有目的 无论是要你物资还是要你车 是吧 看到二圈,你在找人啊 这二圈 二圈居然是往西面走了 对,二圈是往左下角 就是,其实大部分区域是在这个上下城区 然后还有就是,上下重新出现这个 这个海域吧 是的,陆地面积很少了 二圈的时候其实 小棠过来近点支援一下 要打一个背身 小棠这个的话 应该是滑车过来的 是的,没有听到,完全没有听到时期 这两个大背身 一瞬间就被秒了 一开始这边的话,天网是人数比较少 实际想靠一个满边 其实想强行把这一圈给攻下来 应该是,起初是有一个突破口的 但后续天网实际的背身是遭了重处 小棠这个太关键了 对 打上了一打一之后,其实两支队伍 都不带逃好吧 但是没办法 这一拨没打下来 小心了呀 那巨幅的话,其实高点还是有两个人的 但是SMS这边包围的一个 呃,这几个点啊 还是比较好的 高点的选择 太出了,那这小AK用了 是的 而且小宇宙应该是漏过枪的 嗯 高团的位置啊 能不能帮忙架一手 这就已经倒了 那 武弟弟也是被小海直接带走 嗯 这两支队伍的话还要打吗 SMS的话也没吊人 而且4M 进点只有高德雷 来了,全收了 哎呀,出事了,赶紧补跳 还是要补,不能这个人绝对不能走 绝对不能让他走 让他走的话 嘎德伟这个位置就危险了 好的,那打倒了之后 而且龙东拳远处的枪线也是打倒了性格 T9已经是没了 T9已经是 早就被已经在补掉了 对对 这一步的话 4M可以收获几分的一个淘汰分 是的 而且他应该成全还在 所以说进圈应该不成问题 是的 嘎德伟那个位置 刚才那个人如果没打掉的话 他后续不来 靠这十发子弹 什么CC啊 这个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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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是他左边这个区域 他是可以看到的 而且没有枪线的话 是完全可以去的 比这里要舒服一点 没有做成什么 什么事 而且推进起来比较困难 今天的话准备急速 快速的进入到了 比较靠近于三分 比较靠近于正中心的 这样的一些位置 可以做起推的点 对 开船来的 嗯 他这个 这个 是不是被滴滴滴听到了 完了呀 换神一雷三抢吗 这是啊 是的 集中啊 滴滴的产位太集中了 这个位置他没办法 他就只能就是 把车击撑一堆 然后靠这个想法坡 让地人一趴 忍 周平安被远处的墙线打残 接着小心 还是远处的枪线 达到了周平安 这位置到位 对哦 赶紧补枪 又打一个 往左操 哎呀 还好还好 赶紧 快起压 这波FM的车道信息啊 FM就在旁边复伍的 他应该是知道了 但他没去耶 他从高点看到了 就是刚才我说的 CED没有去的那个位置 他选择了一个 可以纵观全局 绝对的中心点的位置 是的 那个位置其实要比这个坑位 好像千百倍 为什么 对的 为什么CED没去呢 他应该是可以感觉到 看得到 那就看怎么排了啊 哎 看这个白边的位置 哎呀 他想拉一个圆内枪 在这也拉的太远了吧 有点虚空架枪啊 这是去干什么 只是去逛一逛 对啊 这个拉枪的角度也不对啊 这颗雷 哇龙死克这颗雷 他是追踪的吧 他趴在地上 随便扔了一下 就这么损 是的 今天 今天是一个二打一 但是龙死克这领在救人了 远不少就被打残之后 呃 旺仔一个人被打残之后 他要打血 近点要 想办法赶紧去打 的要 团烟开始做一本章 龙死克 哇 这龙死克和旺仔的双人的配合 直接是把DT最后两元给收下 近点的话 让龙死根站上来之后 把博蓝救下来 其实DT就很难打 对了 后续他第一波进攻 是打得比较的快的 但第二波就在牛哈比所待的这个位置 是非常非常自闭的 我不知道他们周围有那么多载具 会不会有大车保小车 最后还能保一辆车出来 如果没有载具这场 有一个人 蓝被看到了啊 全子怎么在发呆 呃 已经被看到了呀 哈哈哈 他连手段动都被动 更别说开枪了是吧 这波 看一下MCD什么时候到场 哇 连手雷太多了 牛哈比的话 众所周知 十几颗雷肯定带的非常多的 今天这个 手雷破局啊 完全是手雷破局 太难了 富莱莫不敢站起来打 因为他的身后 没有过不之忧吧 他自己身后的话 肯定是没有枪线 所以说他拿起来的话 要舒服一点 这波男呢 是顶着火都要去 正面 两人抵到前面 接到一个姆斯里 接上这个平台 掌握这个高点的位置 视野压制 那这样的场比赛 悟空就很难了 是的 这个高点一战 哇很快 而且姆德里基本上没有出手 姆德里这个 呃 补了一个 不是他这次应该是摆远 不得摆满 牛哈比又来了 他直接队的阶路 这边的阵底开始 狂攻滥炸 你把三位队人输出 枪线的压制 这边的话 已经是倒了两个 而且在 在这后面的话 魏晋已经被躲死了 哇 这个枪线 牛哈比已经拿到14个淘汰 这一场比赛 他的进攻 就是让导播也是很茫然 到底谁让他在开枪 快如闪电 真的是快如闪电 这场比赛 MCE甩着投资物直接过来了 因为牛哈比已经倒地了 这一人抓住这样的一个信息 看一下还有雷火吗 这个位置 这MCE甩着已经散开 还得找些投资物 MCE甩着落位之后 选择派在这场 并没有来到金点 完了要敞 两个半 还是最后一个 队友不足这个枪线 17个淘汰 17个淘汰 这场比赛 牛哈比很有望 可以拿到 单局20个淘汰 潘肉忍不下去了 潘肉说 这就上脚 一直在看牛哈比 他不能忍 这波不能带给你 不能带救了 不能带救了 霍山让他爬 哎呀这个位置 没办法 是要比较多的投资物 这波过点 舟品 抢依然非常多好 这波过点 干了过来 小似的那波特异 南南补枪 只把对方给击倒 只有马云龙了 对 马云龙有雷吗 没有雷只有火 还有火 还有火 不敢把人的压力 升到扔到了 但是被南南补补枪打倒了 完了呀 这边就是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手 这边 明明吃火了呀 这个火好像是在烟袋里面 第一时间没有看见 他叫炮直接被捕了 这个火是本身就已经砸在明明脸下了 明明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要倒的一个 就是节奏 但是明明还是就是硬顶这个火 对这个当时马云龙出枪 但是这是南南堵 他就直接从那个坑 然后一次性直接推过来 打两个AZ 打两个 手里有雷有火 看到人了吧 看到人了吧 看到了 看到了 看一下南南这个时候上来了吧 南南没上 再上 来了来了上来了 他手中有没雷火 有没雷火 因为倒两个星期非常非常确定 是的 感觉是 绕一波测 是雅皮要去看 雅皮要去看南南那个位置 要开始那个 看那个点位 提前一波出枪 没有选择服人 恭喜到天位 二连继 成功拿下第二场比赛胜利 但是这一场比赛 我们同样也是看到了 QHappy推进的恐怖的实力 啊 这个